方寸之間其實更小 就這麼大而已 方寸之間 一寸左右 一寸正方這樣子 你所有要知道的訊息都在這個裡面 為什麼 這個就是 量子碳 量子碳 態度的態度 量子碳 不是量子的態度 所有東西都是震動 所有的東西都是震動 所以你如果用量子碳看方寸之間 你就懂路心 師兄 你同意嗎 路心應該就是講人量 就是震動 行通詞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有一個隔空順氣的 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做而已 沒有錯 就在這個地方反正就是 上上上然後下下下 然後前往後 然後可以 這個可以調節到氣場 能量氣息感受 對 對 沒有錯 感受了之後你就可以有作為 然後就產生蝴蝶效率 它的效率目前就是在地球的引力範圍之內 我跟你證明 引力範圍之內通通都可以做得到 引力 地球引力的 好 請問 方寸之間跟神寸的空間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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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的這個所謂的方寸之間 它比較 我啦 沒有把它運用在工具 所以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眼睛所看到的這裡 有關 木板 地板 這個通通都是一種震動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任何一個點都可以去產生 影響另外一個點的這樣子的能量狀態 我們那個神聖空間 它會比較屬於神性的那個部分 它是一個就是 或許它也在 因為它會談到次元的部分 它可能在更高次元的那個能量狀態的一個狀態 我現在這個我把它比較低一點點 那如果一休息來講 就是 在以太體的這個部分 身體以太體的部分 它是比較容易被運用的 它有沒有進入到神聖空間 這個我要感覺一下 所以神聖空間就比較用在休息 好像一個比較出聖的一個地方 那我這個方寸之間 我就是運用在 物理性的 量子振動 因為有那個原子、粒子、奈米、華克 那這個一直細分下去 但是它都是震動 那有一個講法叫做 那個粒子跟粒子的中間 它的距離就是一個足球場跟一個足球那麼大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比較科學性的一個敘述 我們這邊不談科學性的時候 那這個方寸之間 就是在這個地方可以調整到 我所想要調整的任何人的能量場 就在這個地方 我只要這個地方稍微畫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修煉到你的身心是很純粹的 它的那種很敏感的 那不只是能量 包含情緒的部分都OK 都OK 好 那這個再往裡面推就是量子態 所有的東西 所以露西裡面 它看到所有的能力 用這個去推演都推得出來 所以包含 那個 瞬間移動 包含天的部分 包含 可以擷取這個能量頻率的 這個就看個人的修為 那佛家六大神通 現在很多人用佛的那個六大神通 來看東西也說得過去 也是可以解釋 魔術也是 魔術不是 魔術就是一種手法 魔術絕對 像那個之前的那個隔空取樣 那個就破解了 魔術它絕對是一個手法 我想它不是 電視台上現在有一個說 我們在破解魔術的 它就把那個 到底怎麼做的做給我們看 但是我這個不是魔術喔 我這個 你們如果有興趣 你們願意多花一點時間 像師兄他現在就有辦法證明 我講的這個不是對的啊 所以你們如果沒有感覺到的 只是說你們可能欠缺練習 然後可能沒有相關的經驗 所以沒有辦法那麼快速的去擷取 如果你已經在這個領域裡面 有不斷時間 因為大富人都不會把脈啊 現在的醫生 我問過醫生 他告訴我說 學把脈 要花很長的時間耶 你告訴我說要治什麼病 我就跟你講 要吃什麼藥就好了 不是我剛剛講的是說 因為老師你的隔空把脈 一般人沒有辦法感受到 你大富人自己去吃就不會把脈 把脈不是生活上的行為 對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前後 那個很難他們感受不到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們沒有在這個領域裡面 稍微有所涉獵 你們可能會覺得距離很遠 但是如果你有 你有在稍微聽一些這些東西 包含現在比較新時代的 我都覺得OK 因為新時代 像那個 那個 光的課程的那個 Nancy 她有談那個 擴大療癮有沒有 那靈氣啊 他們其實也都談隔空啊 只是我的隔空 我比較從基礎的這個部分 身體的這個部分推回來 那所以隔空保脈的部分 所以我會講說 沒用啊 因為那個要創造結果 所以 但是那個是可以研究的 可以研究的 好 你們說沒用對嗎 我告訴你一下 我這人就是 綜藏的 你如果說沒用 我就比較快會想這個辦法 來 所以我說問的人會有一步 你們先感覺一下 你身體上什麼地方 現在比較稍微痠痠痛痛 好嗎 我來看看 好 有沒有 有喔 有喔 好 剛才我說沒用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 騎了很風氣了 我就會回來做這個嘛 你身體上什麼地方也健康 然後呢 你就用你的手 一個手指頭也可以 兩個手指頭 三個手指頭也可以 你就去觸碰它 觸碰之後啊 請你拿回來同側 如果你右邊不舒服 你就把它拿到你的右邊 然後呢 你就從你的指尖這個地方 慢慢的這樣子把它拉下來 這個我們的手法叫做牽 牽手的牽 然後呢 你大概三五下之後 你可以感覺到 這裡有一股很明顯的熱氣在流動 當你多做一下子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 你這個原來痠痛嘛 的地方 它開始緩解 甚至於好了 師姐 我跟妳說沒做都沒有 沒錯 對妳來說就是一個 一張手指頭而已 一張摩診 那妳怎麼聽 妳今天不是100塊 妳是有真相輸遠 她不是我換 我對台中來 我跟他高天就要一張400塊 譬如說這個要按多久 沒有 我說妳觸碰一下就好 觸碰一下 然後就拉回來 同側喔 所以你看他沒有做就聽不懂 他就拿到這對側去了 同側 同側 然後呢 再同側這個地方 但是不要拿太高 因為我要給妳們看 所以我就拿高 我就放平一點 不要接觸手指頭 不用不用不用 對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這樣輕輕的這樣拉 不要接觸手指頭 因為這個都是在做隔空 你們不要拿高的心臟 因為我要給妳們看 所以我就拿高一點 然後妳就看喔 妳這個手喔 拉三下之後 妳開始感覺到有個熱氣在流動 然後啊 妳大概再多拉一下子 不要 只要大概三到五分鐘就好了 妳感覺這個地方好像鬆了 有沒有 有感覺嗎 有做的這幾個事件 有沒有 有喔 好像有對不對 我跟妳講 它一定有 因為這是真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不是無效喔 妳不拿來隔空打慢 沒關係 妳可以拿來這樣觸碰一下 然後這樣拉好不好 這個就是氣 就是對自己 對別人也可以啊 那如果不舒服啊 妳就一樣噴一下 然後把它拉出來啊 然後就這樣子拉 然後就這樣子拉 他問妳該幹什麼喔 妳說付錢 我再跟你講 還記得收錢好不好 因為錢很重要 不要千萬不收錢喔 妳不要也這樣子 妳就噴一下 然後就這樣拉 我跟妳講 真的有效 有沒有 然後妳感覺這個有鼓熱氣在走 所以那個事件 因為現在大家 因為我師妹我應該比較小 因為我們稱呼稱呼啦 是喔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今天 就把這些很傳統的東西都忘記了 一來是健康不在意嘛 生病看醫生嘛 所以我們這一塊就被空出來了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出來 站在這個地方 很清楚的告訴妳說 這是一個有用的行為 但是妳要做它 做不懂的時候 原理是說把它的時常改變嗎 共振 不是改變 我們談共振就好了 因為我們覺得 改變這兩個字太沉重 我想要改變另外一個人 這個想法太沉重 但是它是一個能量振動 所以這個動作也算 幫它順氣喔 對對對 幫它疏通嘛 往下帶 像老師我手指頭 現在有裂胎 那我也可以這樣子 對妳就把它拉一拉 但是如果傷口啦 如果傷口 我們通常會做一個叫做 染的動作 就是修補的動作 像切到的還是燙傷的 大面積燙傷都不怕 我就是用修補的方式 跟撥算盤一樣 勾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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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之後呢把它切出去 那有時候我們會再強調一下 就是剖一剖 然後把它稍微剖一剖 拉一拉 我跟妳講喔 這個對傷口的修補非常有效 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他非得到我面前來 讓我這樣幫他做 不然他的傷口就是不會好 是不是老師的氣比較 不是 他們就很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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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老師比較快 正向高評 老師剛才講的正向高評 他們都販膽 所以就給我改做 這個是對傷口的修復 我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孕婦生完孩子之後 打電話說師兄 你再給我看 我說我們剛才生小孩說 他說他先給他打一下 他說他還要發揚 第三天 他的肚子還是腫的 然後不能碰 醫生想說沒有辦法 因為擦藥擦不到 可能你沒有感染 他說媽在你開刀 你再給他打開 乾淨 你還要叫我 快點去看 我去到便宜的時候 我看見 我就這樣做 隔空 對著他的傷口就這樣做 兩個手 我一邊跟他講話 一邊這樣做 之後就這樣把他拉一拉 然後當場他就覺得說 好像比較不那麼痛 那隔天一瞬一看說 沒事啊 大概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對傷口的修復 是百分之百的 那有時候遠距離治療 一樣有得到這樣的效果 這是的 我們有太多這樣的 今天我們做實際人 這個真的是 這樣好深喔 對啊 但是不要用最好嘛 對 但是 只要是人一定會 小刀子的割傷 車禍的那種擦傷 熱水燙道的燙傷 開刀的那種大刀的都有效 都有效 我有一個心願 我們要成立一個順氣中心 我們並不是為了治療而成立 就是有時候急嘛 有時候急嘛 有時候急嘛 就像師姐講的 啊 柯仁彤是要向你渡到 我不是我買嘛 那這個時候 瞬氣中心就是一個 集體意識的力量 讓我們共同的去做它 我跟你講 那比我一個人做效果還更好 好啊 這整個人類那個層次就提高了 沒有啊 你只要上網今天的課 人類的層次就提高了 你以前都不生病啊 對 我們不談病的部分 那早期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台中 台中市長那個 那個誰啊 他受傷啊 也是因為大家的那個加持 那個應該講念力啦 念力啊 因為他不會守法嘛 所以不能算加持算念力 那念力也一樣 一樣啊 這都是蝴蝶效應 每個人都幫他祈禱 這個時候正向的能量會下來 老師你剛剛講的 那這個動作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自己的能量持長要很夠強 做起來比較有效果 那能量在做的時候 對自己的本身的持長 會不會有所謂 對應該後面這個比較重要啦 前面那個只要 我常講齁 如果你這個人他有個怨心啦齁 你有一個萬一幫助百人的心 天應該很慈悲啦 他不會與你為惡嘛 那以至於說你的氣夠不夠強齁 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你只要願意做齁 因為這個是一個交流 他不會因為你身體比較弱 我有個個案齁 他出國去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他請別人跟我一個樣子幫他做 但是他越做越不舒服 後來他就想說 不然不要好了 我幫你做 就是不舒服的幫舒服的做 欸 他做完他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能量的流動 所以我們剛才講 愛呀 就在接受跟給予的當中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法則齁 它是宇宙的法則 它不會被違背掉 所以當你身體不舒服 你可以協助他人 那當你協助他人 你不會 天不會為難你 如果有的話 像師兄一開始講說 擁有身體不好 那是人什麼 做不到 這個很清楚 要去界定他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覺得說那你可以放輕的去做 然後呢 你就要學對 學會嘛 不要學個一招半字 然後去闖江湖 很危險 這樣很危險 很危險 這樣很危險 那師兄一下 剛剛是說做同聖 那如果放這手的部分 這樣怎麼會做 只有手的部分 就是用另外一個手 幫你幫他做 對啊 左手做右手 右手做左手 對 如果這個做完了之後 那師兄就會跟你講說 要做隔空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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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說拿著吃飯的東西 不用教育 做隔空就是像在手一樣 你就看那個隔空裡面 有一個鍋 對不對 我做那個鍋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不懂 不懂 但是在問 不然我怎麼知道要說什麼 那對氣容易打的 那個是逆 那個是逆氣 還是下不去逆氣 大部分的是骨盆槍 然後腰椎這邊受傷 然後氣再走的時候 下不去 然後他就會膩 其實就會膩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疏通他 疏通他 疏通他就比較不會打嗝 看起來你們對氣都還蠻有興趣的 我也這個大家都看不注重 看起來不是 但是看緣分 盡量學好不好 盡量學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來做那個轉面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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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